請收看為心世界 台北風水 請收看為心世界 台北風水 大地光明 除了《易經》以外 還有一切法 《易經》包含一切法 六經之首 就是《易經》 包括佛經也在《易》之中 曾經有人跟我說 老師啊 你說《易經》怎麼比佛學 佛法還大 我就不是大不大 是真理 《易》就是此案到彼案 此案到彼案 彼案 上面一個圖 此案 下面一個圖 一個中間 此案到彼案之間 一以貫之 一個點 就是《易》 那就是掛嘛 那就是掛嘛 啊 彼案就是極樂世界 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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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案到彼案 此案到彼案 那不就是那一線《易以貫之道》 《易點 易以道》 《易經之道》 是《易以貫之》嘛 是這樣嘛 所以你在講 修行一定要到達快樂的《彼案》 成功的《彼案》 成就的《彼案》 政府的《彼案》 做多事題 不開這一個《易》 《易》也是交換思維 交換立場 所以我們看 我們是修禪中了 修禪中 所有一切樹木的視線 好 你們看 這個樹 好 千年 好幾千年的博士 千年博士呢 有的枯萎了 那告訴我們這生意面 告訴我們的生意面 告訴我們是無常 告訴我們無常的事情 所以既然要很多 無常的事情會視線 我們唯有一條路 一切法 視線在眼前 好 那我們 現在 這一個 我們在水路法會 或是岩口的時候 這裡一個 這是什麼 什麼山啊 鐵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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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鐵圍山 啊 這一個咧 哦 八卦 哦 八卦咧 我們首先就 八正道路 反面 八戒 哦 那麼要咧 這是什麼 為什麼會長這一顆 誰拿來種 龜蛤秋 哦 呢 你知道嗎 呵呵 啊 龍蛤秋 叫陸野丸 陸野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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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陸野丸啊 告訴我們就是囊蛤秋 当时释迦牟尼佛陆约完 在那边修道 传道 宏道 你看 这个整个事先在这里 等于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妙华 被铁维山贪真吃 叫铁维山 贪真吃就是地狱 每个人都有地狱 贪真吃就是地狱 困住了 八正道 八卦全队离境圣坎更困 还有佛华 佛华都被困住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 刚才我记得一看 心里很难过 那么你要打破 这个贪真吃这个铁维山 将佛华 八正道 一间大道困住了 那只有要找谁 要很超越的 我们福西 八卦祖书 八卦祖书福西 老祖宗 来才能把这个铁维山 把它吸破铁维山 所以意到 意 所有一切法 都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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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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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师行三拜礼 一拜 再拜 三拜 愿祖师保佑大家 能够不愧增长 好,我们再到后面去 好,我们再到后面去 好,他在手上 一阴一阳 好,这个 好,这个 就是太极了 就太极 好,手 一上 一下 好,就太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他手印 好,等一下 阿弥陀佛手印 手这样 这样 这样,有没有 一个是街银 一个是 妇师 晃光明 也是 也就是太极 曾经有人说 阿弥陀佛他怎么可以用太极来讲 不能怎么讲 你看到手就太极 有阴有阳 无极生太极 太极本身就是有两余 来来来 就是两余 好,有阴有阳 是为太极嘛 这就是太极殿 这变成后天来了啦 后天的一凹 好,一直传承下来 好,到无量无边 万生万物 嘛,是都这样 都是无极太极太极 两余 好,两余的 四相 八卦 好,就这个 然后六十四卦 演化到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这 所以到这里来 哈 我们去看他的手势 有请坐啊 哈 好,我们再到旁边去看哈 阿弥陀佛 中越市啊 中越市 那里有分两排 我先来看这人去看看好不好 这一块 右边啊 右边呢 里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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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坎里叫里卦 就向外 这样出来 好不好 啊 那个坎卦 他就向外 是吧 那手啊 是中越市相邻 那这样 我出来 好,那有好远 啊 那里都松山嘛 松山松越市 中越庙 中越庙 哈 攀员啊 被攀员太多的话 主干的都会死笑笑 哈 哈 啊,被攀员一直往上爬 一直往上爬 爬了 又攀到那边了 攀那一口会死笑笑 所以这个树就混霸被攀员 一直攀上去啊 哈 哈 哦,被攀员太多的话 問題 呃,就忘了自己 你懂嗎 攀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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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事情 要像胡錫所講的 啊 告訴我們的 啊 啊 該為即為 不該為就不要為 該做就做 不該做就不要做 啊 要自己要實實在實修 有的人 他不是實修咧 哈 就用攀员的方式 那關係啊 有關係就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就有關係 哈哈 那那那我就攀员 走後門 好 啊 啊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啊 啊 對啊 啊 中華民國 九十四年 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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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啊 抗戰六十週年 一個紀念日 啊 八月十五 本來要在南門 結果南門耶 啊 對啊 抗戰六十週年 一些老兵 啊 在那邊 舉行遊行 啊 舉行遊行的活動 所以我們移到中門來 啊 東門就是長樂門 啊 長樂門耶 啊 不管長樂 或者南門都好 啊 啊 這個西安門 為什麼 會這麼久 啊 啊 啊 據我所知道的 應該是 劉博文 啊 大師 他的大作 啊 這個呢 啊 城門外 啊 也有一個這個 城門外的一個城門 我們一般看就是 往中桌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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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這邊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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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宣公愛情預防入囚 預防入囚 你整個西安城 你如果不做城門外的城門 必定會入囚 不是北門入囚是南門入囚 就是東西門會入囚 那麼你所有的入囚都是這個而已 內部不入囚 好嗎 比馬3有像 現在是有3馬像 東門嘛 有3馬像 如果是六英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到八運的時候 天童第八運的時候 這個三星的入囚 入囚就沒有跪了,就沒有跪了 所以他只是在外面和本城無關緊要人 入囚,只要入囚 所以在日本攻打中國的時候沒有一個地方 紅衛兵的時候也沒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最平安的地方 在藍門也是有一個一樣,一模一樣 我剛才跟我們左營小姐 導遊先生說這裡有一模一樣 我就帶各位來看 若是工廠的建設 工廠地粉大 會有的是外面 再去做一個城門 就不會入囚 你入囚在那裡而已,裡面不入囚 假設是你們家 你們家 那去家比較遠 你也會這樣去啊 看一看,我才會一間 會這樣來,圍繞圍園 一間,一房入囚 我們古代人大宅院三個中庭 為什麼會有三個中庭 這很糟糕的呢 三個中庭,第一個入囚 再第一個中庭而已 那麼過了,我可以入囚中間 在前面第一個中庭入囚 第二、第三大天不會入囚 那麼等到天雲轉過了 入囚轉過了 裡面你要球進球裡面 一下子有幾年可以球呢 如果向星好了 六七 六運六七八九一二三四 四日中 到四運的時候 六運去 到四運的時候 才會入囚 那還要多少年 六運到四運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年後 才會入囚 那麼你眼太大 你這運絕對不會入囚 因為你吃不八四歲 我們沒有一百四十歲 對不對 好啦 再來 入囚了 再過了 因為中間 你要入囚到中間 前面中庭來 又要一百四十年 再過進來 再入囚到裡面來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 那多少 四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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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二十年 哪有可能呢 對不對 所以長安城的設計 非常大智慧的設計 哇 第一次我來到長安城 哇 恍然大霧 這一個 這個長安城 這個以前設計 真正很好的 超前這個中庭 一網入球 好不好 大家 這樣 解釋過風水要比秋 多人求死人 死的東西 真的我們粉末倒是 那麼 難人士裝飾品可以 對於 我們看到 那個 獅子 要有威 我們人本來要有威 不要沒有原則 那個比秋 我到東莞去看了一家工廠 那前面呢 放了兩隻 辦公桌兩隻比秋 那很值得 很多錢 他的比秋 咬錢 我告訴你一定保釋耶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比秋 你是在咬我嗎 我告訴你 做行李沒有用嘛 有啊 好奇怪喔 一個大工廠 來看大廠山 我告訴你 都沒來 我告訴你就是這樣嘛 你只是 比秋 有些巫師 貪令色嘛 堅令嘛 貪嗔痴嘛 只是主顧自己 不管別人死活嘛 哦 那麼我怎麼 我就跟你做生理 我告訴你 自己的朋友也衰 對不對 哦 他就 撤撤掉啦 撤撤掉 開始就比較好了 是不是 人是活的 死頭是死的啦 你這條死的哪有 不怕拼 做人不好做人 只光他在比秋 有盡如粗 那種廢話嘛 哦 我們是維新中 萬法維新 哦 不是說我要怎麼樣來 整個 就就對 對我好 啊 是個裝飾 哦 啊 那 還有咧 他講的那種 伴那個 生的 因為有煞氣游離店 你一定要 你過來我開個門 讓你進來 讓你過去 照相給你照過頭 那種是合理 啊 做洪水學法 那種是合理 啊 好嗎 謝謝你 不要來 沒聽到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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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走開 回去買錄影帶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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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們導遊先生 請過來 不是學建築設計嘛 是不是 學工廠設計 這風水學更重要 如果齁 如果你講求工廠設計 齁 機器排錯啦 齁 還有工廠 隔壁 畫錯了啦 會 浪漫的工廠 會倒閉 你有罪過喔 哈哈 所以你是 所以要好好學習 沒關係 大家已經變成導遊了 哈哈 那那那那那 那 導遊 導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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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了要流動手 到人家 工廠啦 工廠設計 風水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尤其設計工廠的人 是一個大 攀建築師 是大工國的人 像這個 如果設計一個工廠 工廠很大 外面把它設計一個 也東庭的 進來了 門樓一個店再進來了 那個 那個 工廠會花很久 會花了很久 那我們叫做入球 球困著球 如果 沒有 前面這個的話 光裡面 四處光光 我們西安城 不會保暑那麼久 很早就滅掉了 也因為這個 南門 東門 這個 東西南北 如果全部這樣的話 那個是永遠不敗的 西安城 站在我們國家裡面 站了很重要的角色 歷史上很重要的角色 是不是這樣 哈哈 好啦 祝福各位大家 今天 到這裡 從 8月7號 8月7號 9號 到今天來 15號 剛好是 15 四個圓滿嘛 四個圓滿 也是 這說話 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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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炸彈來 也不是 因為日本的糊裡糊塗啊 才有兩顆 的原子彈 爆炸了以後 那 死了那麼多人啊 那是天裡的 懲罰大眾 懲罰人 我們在無量節以來 或是未來 你們無論 投胎到任何地區 我們決定要與和平 人與人間要與和平相處 相互的尊重 因為人會有緣耶 過氣生 烈節耶 必定有 非親即有 不是親人 就是好朋友 喔 那麼 即使耶 你不了解的話 相信佛所說耶 人與人之間 非親即有 我們才會 走過這一段 那麼艱辛 又那麼長的路來 我們也大家充滿了華喜 今天耶 8月15 又是 這個 和日本打仗嘛 對不對 這個 60週年嘛 勝利 勝利 勝利60週年嗎 對 他是投降嘛 對不對 日本投降 中國 8月6號 一顆原子彈 8月9號 一顆原子彈 兩個 有一天下來了 有一天 一化開天 再化就屁地 再連 掉兩個下來耶 日本耶 即使在日本的 我們中國 同胞耶 即使我們 即使在日本的 中華兒女耶 他們投胎到日本去了 糊裡糊塗的 皇帝啊 糊裡糊塗的天皇 對整個 回到自己的 中國耶 手斷錯了 手斷錯了耶 所以才 得到上天的懲罰 最慈悲的懲罰 不然不知道還要 中國的和日本還要死了多少人 所以上天的懲罰 上天的慈悲 剛好也六十多年喔 西方窯池金母娘娘耶 也慈悲 杜靈皆盈 在天池裡面啊 面積窯也太小了 一下子那麼大的 煙靈耶 回到天池耶 當然 一定要下大雨 山崩 路 流壞了 這是一定的道理 這個是 告訴我們 一個人 當他得益的時候 太得益了 他太自私的時候 會氾濫 什麼氾濫 會把德 省掉了 省掉了 那就氾濫了 一氾濫了 不口說食 那姚史金母呢 在提示了 我們所有的人類 大家要相互尊重 人與人之間 要疼惜 人與人之間 要去了解 過去生 會親即有 即使我分導遊 分左營 左總 我們過去生 也是 也是會親即有啦 和你們也一樣 會親即有 你們相信嗎 相信 謝謝 再見 拜拜 好 早上一大早 上天還有我們的列祖列宗們 冤死的同胞們 他們在流著眼淚 上天菩薩在灑著甘霧 化解干戈 西戰爭 這一個就是 剛才打列的 在啟示 農天護法寶蒼生 化解干戈西戰爭 意願人心相疼愛 同其世界永和平 我們在這裡圓滿 在東門 東門 日思東方一點紅 一點紅就是希望 就是光明 紫棄東來 也是給我們生命的活躍 給我們生命的活力 給我們生命的希望 給我們整個中華兒女共同的希望 就是共同創造一個世界和平 人間淨土的活世界 至乎各位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